记得重点之一就是神对以色列人的拯救恩典 为什么以色列人需要被神拯救 因为埃及不是神所要赐给他们的地方 神所应许给他们的是迦南地 当时他们也不能够自由的就回到迦南地 因为他们成为了埃及人的仆人奴隶 所以他们是被统治的 他们是被捆绑的 所以他们需要神拯救的恩典 所以神也透过摩西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自由 他们没有很快的就进入迦南地 他们大约花了四十年 在这四十年当中 神要供应给他们麻纳做食物 当没有水的时候 神也从磐石出水来给他们 在这个过程当中 神给他们诫命 在这个过程当中 神跟他们立业 我们先从历史的层面 来看这一件事情 我们请看创世记十五章十三节 创世记十五章十三节 神对亚伯然说 你要的确知道 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 又服侍那地的人 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 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 亚伯然的预言跟应息 这里所说别人的地 指着就是埃及 十四节 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 我要惩罚 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的财物 从那里出来 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 这个就应验了神对他们的计划 这就是为什么雅各要死的时候 吩咐耶瑟不可以把他埋葬在埃及 这亚各他相信神给亚伯拉罕的应息 这也是 那是耶瑟为什么在他要死的时候 他吩咐说不要把他埋葬在埃及 那雅各是尸体被带回迦南地去埋葬 那耶瑟是吩咐说 将来你们出埃及 回迦南的时候 要把我的海骨带回去 所以雅各跟耶瑟他们都是很有信心的 存着盼望来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也要建立起 这样子的信心 让我们对神的应许 充满着相信跟盼望 那当然雅各跟耶瑟都在提醒他们的子孙 不要专注于这个埃及 因为埃及是一个土地回美的地方 因为埃及对人的生活 的确是有很大的吸引力 同样今天的世界 从人的生活的层面 也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吸引力 那在让百姓出埃及的过程里头 当然神卷选了摩西来担任这一项工作 我们也知道神 用四十年的时间 祂来信念这个摩西 虽然一开始 摩西四十岁 所以就有一个很正确 很大的心智 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好的 那但是要担忽起这个神的工作 不能只有这些 所以还要这个神来训练祂 装备祂 所以这两方面都需要 所以今天一方面 我们接受神的信念 一方面我们要培养出 我们有像摩西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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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 这样的 心智 so on one hand we have to receive God's training on the other hand we have to have the heart of Moses to accomplish this mission 那我们也来看到在 在历史上 他们在出埃及的这个 简单的过程 so now let's from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et us learn about their process in the wilderness 请看《出埃及记》二章二十三节 let's turn to Exodus chapter 2 verse 23 二十三节过了多年 埃及王死了 以色列人因做苦工 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答与神 now it happened in the process of time that the king of Egypt died then the children of Israel they were groaned because of the bondage and they cried out and they cried out and they cried came up to God because of the bondage 这个受苦 就会哀求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so when we suffer then we will cry out this is a very natural thing to do 人自己没有办法 别人也帮不了忙 别人也帮不了忙 那很自然的就会求神 二十四节 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 神是存在的神 所以当人向神求 神是听见的 二十五节 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 这个人的受苦 神看见 神也知道 神为了自己的受苦 来呼求神 神也听见 神也愿意来帮助 来看顾人 所以在这个世界 为什么有很多受苦的事情 那当然不是单一的原因 这很多原因之一啊 就是常常人在受苦当中 才会来呼求神 才会来寻求神 那人懂得来寻求神 找到神 这是对人来讲是最大的福气 人不喜欢受苦 但是有时候真正的好处啊 还必须从受苦里头才能够得到 我们再请看《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一节 第一节神在埃及地小义摩西说第二节 你要以本业为真业为一年之首 现在是五业 假如说神在这一个业 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那神对摩西说 你就以这个业为一年的开始 那其中的意思就是 你们要出埃及 你们会有新的生活 所以这以色列人的这个calendar 他们有两种 那一个叫做宗教历 那就是根基这里来的 现在是五页 但是如果以宗教历的话 现在是一页 三十七节 以色列人从南塞起行往苏格去 除了父等孩子步行的男子也有六十万 光是男丁就也有六十万 这么多的人来从埃及要到迦南地 他们绕了四十年 所以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神迹 如果不是神的作为 这是不可能的 那如果照资料来看 这个大约是主前一千四百四十六年 那在这四十年当中神供应他们 神也信念他们 我们请看生命记第八章 Let's turn to Deuteronomy chapter 8 生命记八章十六节 Deuteronomy chapter 8 verse 16 又在旷野将你列主所不认识的玛拿 是给你吃 是要苦练你 试验你 叫你终久享福 Who fed you in the wilderness with manna which your fathers did not know that he might humble you and that he might test you to do you good in the end 来自于神的信念 最后是要让我们享福得益处 所以如果是神在试炼我们 在信念我们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忍耐 那能够效法这些古圣徒 甚至能够以一个安静欢喜的心 来面对来接受这一切 那这是从历史的层面 我们来看出埃及 这个神对以色列人的拯救 那这麽伟大 这麽大的一件事情 一定还有其他的用意在里头 那这些教信主要就是对今天的我们 所以这一件伟大的事情 它一定有它属灵的预表 当时他们在埃及做奴隶受捆绑 所以需要神的拯救 那今天我们也需要神的拯救 虽然我们不是向他们在埃及做奴隶 那今天我们被什麽所捆绑 我们被罪捆绑 那罪会带来死 所以我们也被死所捆绑 罪也会带来苦 所以我们也被很多的苦所捆绑 那他们因为以色列人受捆绑 所以他们向神哀求 所以今天我们在寻求信仰的过程当中 一定是因为我们有受苦 我们有需要 所以我们才会寻求信仰 所以我们才会寻求信仰 那当然我们也有很多的人 是很幸运的 是在这个正耶稣教会的家庭里头来出生 那但是我们也需要来了解 神的这一个拯救的恩典 第一个我们被这个言罪所捆绑 我们请看诗篇五十一篇 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 大卫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所以大卫这里所说的就是颜罪 基本上阴癌还在妈妈的肚子里头 他是绝对没有犯罪的行为 但是这个颜罪对人的捆绑其实是最大的 就是将人隔绝在生命的源头之外 那在神来看叫做是死的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 在亚当里头人都死了 他用现在世的意思就是这个是事实 人一出生就是在罪里头 就是死 这是最悲哀的事情 这是最大的捆绑 这就是为什么人需要主耶稣的拯救 那另外一种罪就是我们人自己所患的 在言以行为上面所患的错误 那为什么会犯错 因为人有软弱 因为人有这个罪性 那所以常常是知道对 但是不一定不一定会去做 不一定有办法有能力做 常常知道不对 但是却偏偏去做 这个就是因为人软弱 因为人有罪性 那因为患错 常常就必须为所患的错来承担后果 那那种后果常常就是带给人生活当中的很多的痛苦 那如果只是顺着罪性在过着不对的生活 甚至最后是死亡 所以人有罪的捆绑 有这个死的捆绑 我们请看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 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 你们若顺着肉体活着必要死 第一句话 不但过不对的生活 不但会受苦 而且带来的最后的结果是死 那我们知道这个死的层面 也不是已经不再 除了这个肉体死亡这个层面 更可怕的是那个第二次的死 所以这里说顺着肉体活着必要死 这个死是指着第二次的死 好,讲到flesh 这个血肉之体其实对人来讲也是一个捆绑 我们请看罗马书第八章 第八章二十三节 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结果子的 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 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最后一句话说我们的身体得赎 也就是说这里的身体得赎 我们知道就是将来我们要有一个复活改变的身体 那现在这个血肉之体 其实对我们来讲 它是一个捆绑也是一个受苦 那种寒冷的冬天终于过去了 这个树叶长出来的花开了,春天来了 有不少人啊,眼睛痒,流鼻水,很不舒服,鼻塞 好,眼睛痒,眼睛痒,眼睛痒 好,严重的吃药还不够,还必须要打针 这个血肉之体真的是一种捆绑 所以连这个血肉之体都需要被救 我们有没有为了我们需要被救来哀求神 或许没有 那至少我们当我们明白圣经之后 我们要在神面前要做悔改的祷告 心受洗的人一定会教导要悔改接受洗礼 请问从小就在正耶稣教会受洗的你 你有没有曾经为你是一个罪人向神悔改过 在你小时候,baby的时候你不懂 那现在你懂了 希望至少做一次感谢悔改的祷告 为了自己曾经是神眼中的罪人而来悔改 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必须要离开埃及才有自由 那今天我们不需要离开物质的埃及,但是我们是有捆绑的 那神怎么来拯救我们 第一个,神借着赦罪的洗礼 我们请看罗马书第六章 罗马书六章第五节 我们若在祂死的形状上与祂联合,也要在祂护活的形状上与祂联合 那我们知道第六章前半部分在讲的是有关洗礼 六章二十二节 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儒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个结局就是永生 那这里就说我们从罪里头得到了释放 我们从言罪里头得到了释放 我们在神的眼中不再是罪人 我们现在已经,我们是亚当的后裔,但是我们不在亚当里头 因为我们已经领受了主耶稣所赐给我们赦罪的洗礼 我们好好的走在信仰的道路上面 这个二十二节说,那个结局就是永生 就进入神所预备这个永恒的天国 那刚才我们也讲到,我们有这个被罪性被软弱所捆绑 那这个神怎么来帮助我们,拯救我们 请看罗马书8章13节 你们若顺着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 我们在有圣灵同在的教会 那我们更能够领受所应洗的圣灵 所以十三节下半句话说,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 我们在有圣灵同在的教会,我们又领受了应洗的圣灵 我们有这个这么好,这么宝贵的帮助者 那我们只要愿意顺从圣灵的帮助 那被圣灵带领,被圣灵帮助 我们会得着从上头来的力量 软弱的我们能够成为刚强 让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的罪性 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软弱 所以正常来讲,我们应该是会越来越好 顺着罪性的话,就是生活里头会充满着很多的错误 人的错误在言语上,在行为上表现出来 那这个顺着罪性生活带来苦,最后带来死 但是这个最终的生活也有它的吸引力 在讲摩西的时候,摩西他不愿意享受那个最终之乐 这就是为什么人需要得到帮助,得到拯救 所以我们要得到圣灵的帮助跟拯救 所以我们要得到圣灵的帮助跟拯救 我们才能够真正胜过我们的罪性 那这样子好好的走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面 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像罗马书8章23节我们所念的 我们的身体也得俗 我们就要拥有一个荣耀真正自由的身体 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是历史上的事情 那这个可以亦表着神对我们今天的拯救 这个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这个领受赦罪的洗礼,这是一刹那的事情 那将来身体的复活改变,那个也是一刹那的事情 那这个胜过罪性啊,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过程 那所以今天我们已经领受了神的拯救 我们要继续接受神的帮助,神的拯救 也就是我们要继续不断的接受圣灵的引导跟帮助 那这就是为什么圣灵是永远同在的圣灵 只要我们在世界上活着一天,我们就需要圣灵的帮助 只要我们在世界上活着一天,我们就是要面对我们的罪性 那我们相信神既然拯救我们,祂会拯救我们到底 那这以色列人在旷野路啊,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转作 他们常常会去想到埃及 他们在埃及其实受了很大的苦 但是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他们常常会想到埃及 明明神的带领是很明显的 每一天有玛拿吃 每一天有银柱火柱 但是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们会说我们会啊,甚至说我们回埃及 那我已经讲过,其实这个世界从某一个层面来看啊 它也有很多很多的吸引人的地方 那所以我们要努力的 不被这个世界把我们吸引走 尤其当偶尔我们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的时候 好好的抓住信仰,抓住神 绝对不要想要从这个世界去得到帮助 这埃及人并没有向以色列人挥手 说回来吧,回来吧 但是这个世界是会向我们挥手的 但是这个世界一定会向我们返回 埃及人并没有向以色列人招手 他们都会去想到埃及 那今天这个世界是常常在邀请我们的 那所以我们更是要求神帮助 我们自己也要谨慎 我们再请看一按一书第三章 一按一书第三章 第九节 第九节 环从神圣的就不犯罪 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 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有神圣的 我们不能够联系地患同样的错误 因为我们是神圣的 我们有神的教信在我们心里 我们有圣灵的帮助 所以我们偶尔可能会患错 但是我们悔改 我们不会在同样的错误一直的患 如果我们联系地患同样的错误 那我们的信仰真的是很有问题 最后请看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 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 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 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聚集的日子 我们相信一定会有最后的审判 那我们要有一个像这一节所说的这种态度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只是聚集 我们只是客旅 如果真的有这种态度 我们就不会太专注于这个世界 那我们就能够真的常常过着一个 用敬畏的心来过我们的生活 我们个人的生活要有敬畏神的心 我们的家庭生活也要有敬畏神的心 我们的教会生活也要有敬畏神的心 那将来在审判台前 我们就是很平安的 是领受奖赏的 我们感谢主耶稣的拯救 我们也继续接受祂的拯救 圣灵的帮助 唱诗七十三首 我们下来说